谢谢大家观众朋友 这里是春华秋时2018教师节特别节目 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迎来了今晚第一组客人 很特别 我们首先请两位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叫徐湛 徐老师您今年 我今年76岁 来 赵果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物理系2016级本科生 韩同行 同行今年 我今年20岁 20岁 徐老师76岁 这一介绍大家肯定猜他们俩的关系对吧 除了你们猜到的那层关系 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因为待会儿有一位主人公一出场 他二位的关系就变成了 这徐老师应该叫 就是师兄师弟 师兄师弟的关系 大家相信吗 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面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就是徐老师和同行 他们共同的老师 张礼先生 张礼先生 1925年出生 57年开始 在清华任教 在讲台上一站 到2018年 整整 71年 张老教过徐老师 同时 现在也正在教20岁的同行 大家相信吗 来 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93岁高龄的张老登场 你看张老的步伐 张老节日快乐 你好 来 张老请接点 你看张老93岁高龄的步伐 而且说不用搀扶 今天是教师节 您在这讲台上 一站就是71年 我相信您今天有很多心里话 想跟天下的师生分享 是的 说说心里话 我觉得当一个教师 确实不是很容易 但是你去努力做 你就会感到十分的幸福 在讲课的过程里边 我感到收获非常多 因为你要想教 必须先学 我在清华和在清华以前 讲过基础和专业 不同的专业的专业课 核物理 等粒子体物理 粒子物理 讲过各方面的课 在教的过程里面 就首先感到这个物理 确实是非常美 这里面有很多的奥妙 也有很多抽象的东西 你要能把这些东西 看懂了 掌握了 然后教给青年学生听 把他们讲懂了 这个对我 这是一个最高的奖赏 在这里面我感到 就是说确实很有成就感 张老 今天是教师节 您的两位学生也有心里话 要对您说 秦老师 我今后的决心就是 以张礼先生为榜样 生命不息 教书不值 甘为人梯 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 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记得之前 梅一齐先生 就是清华的老校长讲 说大学不只是靠大楼 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也 有大师之位也 我觉得我们 清华大学的学子特别幸运 因为我们学校里有 像张先生 像徐老师这样的一批 育人的大师 希望就是 像两位老师为代表的 我们清华大学的所有老师 都是我们学生学习的榜样 也是我们人生的榜样 好 祝老师节日快乐 张老节日快乐 张老 来 这边有请 谢谢 谢谢大家